你既然覺得沒有什麼大不了 你幹嘛要挑這麼隱密的飯店 因為本來就是 對啊 二男爺三女 在公開咖啡廳就可以吧 我們有喝酒啊 我們有喝酒啊 就是我們當然是藝人都習慣 那個地方我帶信樂團也去過啊 也是... 東倒西歪就在那邊 不是 藝人人 你會把女生帶到 那麼隱密的地方 一定有你的用意在 不是 他那個是一個 服務人員都在 你剛剛不是說晚輩嗎 怎麼說喝酒啊 他是一個晚輩 然後做服裝造型 做經濟的 然後呢 他出現了一些 他想請問我們怎麼樣去幫他 晚輩要跟你借錢嗎 不是 他要問我說 應該要怎麼處理 他帶了很多的藝人 然後他...錢就是人家托他嘛 問我應該怎麼辦 那他是一個原住民 我們就...原住民就 本來就我們就特別的開心 特別的外向 我說那我們就在那邊 小喝一點好了 你的晚輩是原住民 原住民 你不是啊 沒有 不是...他不是我們 就是那種他是演藝圈的晚輩 並不是說是什麼 我們的身世和寫性的 對啊 他可不可以搬出晚輩 以為跟你有寫緣關係嗎 他原性直律是不是 不是... 所以只要是妹 你們就是講 稱他為晚輩是不是 因為小我們十幾歲應該是 現在出現的都是晚輩 沒有長輩啦 對啊 對啊 所以你們的暗語就是說 晚上約幾個晚輩去 不會 不會 不要再評論人家了 他們叔叔有練過啦 隔天他報紙的時候 我就馬上跟他講 而且那個是他認識的 他講了一句話 信不信... 你信不信隨便你 馬上我就這樣跟他講 你信不信隨便你 我心裡想... 你也要問我 而且助理在旁邊 這一句下面可以接 不然你要怎樣耶 就是... 不是 因為你知道 他寫的就是 我是帶著女孩子去 在那個飯店裡面刪P 我說 你助理都站在旁邊 你都拍到 助理拿著皮箱站著 然後我們... 皮箱裡面應該很多事情問出來 對... 對啊 容哥 你問我那個皮箱... 我怎麼覺得蠟燭 因為是跑攤 所以我就會說 你們今天是要把他們兩個拆散嗎 不是 因為我覺得老婆 怕老公怕成這樣 他沒有出口啊 然後我們就教學一下好了 就是小可 如果第二天報紙要登的話 你是希望先生 在報紙看出的前一個晚上 就告訴你 還是等報紙出看才跟你講 一定要前一天 就全部的從事招來 所以賴千禾妳是當天嗎 沒有 我不知道 反正他...我們回家的時間 他被拍的時候 我們沒有在一起 我是到第二天起床 有記者打了 他說 你知道你老公昨天去哪嗎 我說他跟朋友出去啊 他說那你知道他跟誰嗎 我說不知道 那我們這邊有一些照片 你不承認 那我就要登囉 我說照片 然後我那時候眼屎都還在眼睛裡面 我說什麼照片 你要登 好啊 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他被偷拍 因為那時候他醒 他比我早醒 他已經在工作室那邊通電話 他已經在忙這件事 可我壓根不知道 是看出前一天晚上你就知道了吧 不知道 看出當日才知道 就是早上要打電話來 所以當日看出後 要不要第一個就處理 告訴他這件事 對 我馬上就告訴他 我說有一些這個報... 有一些報導 然後是什麼什麼狀況 昨天我跟你分開以後 是什麼什麼狀況 然後他要登出來 然後你信不信 載你 你當時接電話的時候 有好好聽嗎 沒 因為我剛醒來說實在 因為我那時候跟他結婚也沒多久 我完全不了解這個生態 然後我就很誠實的跟他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 你要登什麼照片啊 昨天我們有拍什麼照嗎 沒有啊 然後我就把電話掛了 然後從我房間走到工作室找他 我說 就有人說要登你照片 他說我跟你講 昨天就是怎樣怎樣 信不信有你 我說 對 因為我是... 沒有這麼簡短... 反正就是大概的氣氛就是這樣 然後你有親眼看到這份報紙嗎 還是家裡就沒有這份報紙 有...都有 因為那還滿大 我直接... 上那個網頁開給他看 都有 那個女生朋友是在之前 他就說他有介紹給我認識 可能就是介紹一下哈囉 可是沒有特別去認識 那就是那個女孩子這樣子 男生通常解釋的第一個反應 就是會說那個誰誰誰 妳也認識的啊 對 是不是 常常會說 對 而且... 因為男生會這樣解釋 表示說這沒什麼好懷疑的 對 大家都是認識的朋友 可是謙和的意思是說 你其實跟他不太認識 就點頭就這樣 真的不認識 就點頭那時候 他一次在包紙店 然後就... 你好 就這樣走了 然後就沒有聯絡過 而且我這個人 那時候他叫什麼名字 我也不清楚 妳說當時結婚不久 對 那時候沒有不久 所以妳關上門出來的時候 妳心裡面 就已經學會要勸自己說 我要忍下來 結婚不久 妳應該是不知道狀況 而不是忍下來吧 就說 那就沒事了 就這樣子 因為我也不知道 怎麼去處理啊 我就覺得反正她是... 這是她的事情 她應該自己會弄得很好 只要她跟我講的是事實 那就好 就好 哪裡可以買得太熟了 今天Apple都有了 應該店員拿自己跟頭 我差哪裡 對... 妳可以幫她累積嗎 我這一出場就有了 我不知道 妳要用藍牙傳送嗎 所以... 可是因為她感覺 妳對妳老公是充滿了恐懼是不是 而且其實... 其實不要講千尔姐 我坐在旁邊 我都已經害怕 而且我一直覺得 有火要燃燒起來 真的 不要怕... 所以當時... 當時跟她解釋完 她就乖乖這樣就好了嘛 對不對 其實她當然心裡面 我們依這種... 大家都是大人的 妳總會去體諒到對方的想法 妳當然知道她心裡是不開心的 肯定是不開心的 那我就會說 那我們去吃吃東西啊 然後去看看電影啊 去幹嘛的 騎馬散散心 對...就不要去想這些 因為如果是要這麼不在意 不在意這個感情... 這份感情 不在意這個夫妻關係的話 就不會去經營這塊 那我請教妳一下 妳可不可以打電話 給她身邊的親朋好友 叫他們不要再問她這件事 以免給她更多 基本上我不會打電話給她的朋友 所以萬一那些朋友 就拿到報紙來 蘿莉巴說話 她不是又會受到刺激嗎 我的朋友不會這樣子 他們都還滿長眼的 因為大家也都很怕她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前幾天跟我們一起出去 大家喝酒喝得很開心 我就說那誰誰誰 妳也一起來啊 好 來了 來了之後喝到一半 她就一直拉著我的手 我那女生朋友一直拉著我手 她說妳老公要罵妳了嗎 妳老公要罵妳了嗎 我說沒有嘛 妳幹嘛這樣 她說我好怕她罵妳喔 我不敢看到 我說好 她沒有要罵我 妳開心一點就好 她說好 然後再喝了一杯之後 又看到我老公 她說 她要罵妳了嗎 她罵妳了嗎 我不要... 我不喜歡看到她罵妳 妳冷靜 她一個晚上那女生喝醉之後 就那天跟我們在一起 她喝醉之後 整個一直在我耳邊就是 我不希望看到榮祥罵妳 我不喜歡 所以妳是不是跟她結婚後 妳已經知道她有些時候 只是沒有在笑 不表示她在生氣 她是這樣子 因為她臉就是這樣子啊 可是妳朋友會嚇成這樣 她這樣代表妳老公 在很多場合公眾罵過妳啊 她就是這樣子啊 她就是那種覺得 所以她在公開場合 可以嚇妳嗎 稍微就是音量會小一點點 但是那個表情 還有那個低沉的那個聲音 是在的 吼的句子是哪一任內容 比方說是說 妳怎麼又這樣 沒有... 那個女生會這樣是 有一天我們是五六個女生 就是弄一個浴帽趴這樣 很開心都是女生這樣 浴帽趴 我聽了就覺得不妥啊 沒有 都很正常 還要戴著浴帽 妳要更生氣 就是都穿得很正常 然後要戴一個浴帽 再可以浴帽回去 我說這什麼東西 所以是那個不能理解 幹什麼 我沒有邀請她來 我並沒有邀請她 只是說她剛好... 可是妳很醜啊 不醜啊 大家都很可能 不是 如果是睡衣趴 老公生氣 就還有理由 妳可能太暴露 浴帽有什麼好辦的 因為其實不敢辦 太誇張 你只要選一個最輕微的東西 然後但是有什麼打扮這樣 好 結果我那一天就... 不是 妳這樣男生心裡 就會想說蠢壁的 就是搞這什麼東西 問妳是有沒有約她 她自己就去呢 對 但是她在同一棟 她在同一棟 她跟黃志偉他們在九樓 我在六樓 然後她就一直不停的 喝多了之後 不停的打電話 叫助理打電話給我 問妳嫂子在哪 我一直不想接 因為一接我就知道 她會問我包廂號嘛 我是去跟黃志偉 去找黃志偉 然後他們在剛好 對啊 為什麼是你們九樓是永固趴好 因為她遇過嗎 因為她遇過嗎